4.3 微 clips 影片邀請 嗨,Mest Reegan 的朋友們大家好 嗨 今天呢很榮幸我們又找到 Tim嫂來 各位有沒有想念 Tim嫂 想念我的笑聲嗎? 對,太療癒的笑聲 自從上次我們聊了關於這個兩性話題之後 哇塞 Tim嫂這個馬上就開了頻道 聽說也沒有馬上啦 我已經隔了蠻久 因為我其實挺抗拒的 因為我覺得每天看你們這樣拍片 看我老公這樣拍片 其實我覺得真的很累 非常非常的佩服你們 真的喔 所以你是為了來分擔你老公的辛勞 你知道喔 夫妻同傳 你總不好自己在那邊 翹腳很爽的 欸 你去拍片喔 欸欸欸 你們兩個是當作我 沒有在這邊看你們兩個在講話是不是 你再多拍幾片 然後放幾片在我這邊也分擔 好好好 看你有什麼開箱不然就拿來我開 好 先說一下 Tim嫂開頻道了 而且聽說只拍了六集就破萬年 就是很感謝大家的幫助 然後大家的支持 好 不嫌棄 今天呢 我們一樣要來聊這個兩性的話題 那我先大概先說 Alan打算把這一集定調為新的單元 就是我之前不是有一個系列叫做型男養成日記嗎 所謂的型男就是在講外型嘛 外表 但我想要講一些內在的 所以我想要拍一系列叫做身世養成日記 欸 很棒啊 身世 尤其是一般來講 身世是一般沒有人在講的 就是包括男生應該有的風度 或應該有的這些 不管是儀態還好 還有這些東西 比較少人在講這一部分 所以今天呢 我想要透過這一集呢 當作是我們的第一集 哇 那妳是第一集來賓耶 Gast 來賓的耶 好 有一個比較敏感的話題 這麼快 其實很多人都討論過 不過我覺得這些討論的 創作者都比較年紀比較輕 嗯 那以我們譬如說 已經成家立業的人 在看待這一類的話題 可能會有一些不一樣的觀點 好 題目來囉 就是 男生跟女生在吃飯的時候呢 到底不應該由男生來買單 喔 我覺得這個問題 很敏感喔 很敏感 我要好好回來 你今天不要亂射動給我跳 喔 大家先講好 今天講的話就是你知道 到此為止 就是好 結束 哈哈哈哈 沒有 就是這個是 我會講我的想法 好 可以可以 那我們就講我女生的觀點 好啦 好 可是因為我覺得女生的觀點 也有分很多女生 對 個性 有些是個性不一樣 對 有些人會就是覺得說 就是 男生就應該要付錢啊 可是我覺得還是要建立在 兩個人 現在是處在什麼樣的關係 但是 譬如說像 同學 或者是朋友 或者是在曖昧關係 對 或者是夫妻 對對對 我覺得這個都很值得拿出來討論 夫妻還要討論誰付錢 這個就傷感性了 欸 我跟你講 我身旁超多 真的假的 超多例子 是夫妻到現在出去 所有的金額 都是各付各的 然後所有的水電瓦斯 所有事情 全部都是分一半 那所以床中間也隔一半嗎 喔 你錯了喔 這個我來補充 他是連家裡買冰箱 冰箱的錢是誰付的 都有分 對 天啊 就是另外一半會說 我又不用冰箱 我不付錢 我聽到我就可以 這可以離婚了吧 這可以離婚 對 我覺得啦 因為 其實 我的個性是比較像男生的人 所以在出去吃飯的時候 我通常都是搶著付錢買單的人 如果是跟朋友之間的話 只要是 如果跟同學啊 那我們就會說 今天誰各付各的沒有問題 那這個我就不會 可是如果是跟好朋友 對 通常我都是足以搶著付錢的人 並不是我錢多喔 我要老實說 其實搶著先付錢的人 其實是重情重義的人 對 他並不是說 因為我錢多 我先付 可是我也有朋友 是那種 我賺比較多啦 不用啦 是小錢 可是那種感覺就很不好 對 好像就是你有錢的不起這樣子 欸 Alan跟我出去都是他出錢 都Alan出錢 沒有啦 我有一次 出錢 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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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次去你們新辦公室的時候 身上忘記帶錢 還跑到你旁邊的巷子 給他交一碗牛肉麵 然後 要買帶的時候 才發現我身上沒帶錢 這有外幣是不是 沒有 我打電話給Tim哥求他幫忙 你知道嗎 那他有跟你收利息嗎 沒有 他結果他連那碗麵都不跟我收錢 說他要請 所以我們的個性就是這樣 就是如果說你我覺得是看感覺 所以如果這個人跟你來講說 他就像朋友 因為你會之後很多次的見面的話 其實 誰父都一樣 可是有一些人是 如果在追求的狀態之下 我會覺得 剛開始我會想要各副各的 喔 因為如果 你說你是女生的角度還是男生角度 我是女生的角度 女生角度 雖然說我有點悶 可是我還是女生這樣 可是我會希望說 其實還是各副各的會比較好 等一下 是他追求你還是你追求他 這個不一樣 他追求 他追求 因為你對他沒有意思 所以他追求你 我不想要欠 你不想要欠 不想要欠 這個我可以插一句話 我在跟我老婆那時候 還沒有成為男女朋友的時候 前三四餐的錢 其實我們都是各副各的 真的喔 因為他會說他要付 並不是說他沒有誠意 或是怎麼樣 我會覺得說 大家就是越輕鬆 相處起來越輕鬆 其實越要各副各的 對對對 就不會覺得好像 每次都你請 然後有種 好像 不好意思 你要吃人嘴軟 結果我省下那個錢 都拿去買公仔 所以如果他真的很堅持 要付錢的話 我就會說 那沒關係啦 如果我覺得這個人 還可以下次 繼續再見面的話呢 就是你覺得 其實也挺投緣的話 我就說 沒關係那這次你付 下次 等一下 等一下 比如說還要再去續攤 要喝咖啡 要喝點什麼 吃點豆花 那我說那不然 我也吃點豆腐 講快一點 吃點豆花 的時候 我就會說那不然我付啦 你真的就不要跟我搶了 那其實我覺得男生 其實也很在乎這種事情 對 就是如果你把我當盤納 每次都是我付錢 結果最後你不跟我在一起 對 那你最後被人家傳出來很難聽 對 就是我有聽說這樣子 就是 常常會有男生女生之間 有些是女生可能 因為很多人追求 然後他跟男生之間的 曖昧關係 其實都沒有保持很好的距離 再加上又常常有 免費的餐點可以吃 最後他就有習慣 他會習慣人家對他的好 對對對 然後就會 就會覺得 你就會覺得 你付錢是應該的啊 我發時間跟你約會 比如說去錢櫃唱歌 他還沒有打算要付錢 這很過分耶 很多 你說錢櫃唱歌超貴的耶 他覺得他是妹仔 你們找不到妹仔 不然你們去酒店吧 你們去酒店更對 不然你們別我唱歌好不好 別我唱歌 對 我會付錢 對對對 有些比較複雜的 我覺得會這樣子 對 那你自己看 我說 應該是我覺得 在付不付錢 要看年齡 跟朋友 就像你剛剛講的 你剛剛講的是 朋友之間的什麼樣的關係 之後 我覺得還要用年齡來區分 對對對 因為我們的頻道裡面 可能有一些比較年輕的朋友 你們聽了就是Alan說 男生要付錢 就會 我一個月零用錢 老爸才給我這些錢 我要吃東西 還要付錢 一直跟爸爸說 爸爸我要錢 要吃飯沒用錢 對 這不行就是 通常要看你的年齡 譬如說你現在是學生階段 還是最好還是屬於AA制 就是大家各付各的 然後 你可能剛出社會的時候 可能就是上班族 那 跟朋友之間呢 因為大家其實經濟能力都差不多 這時候你在各付各的時候 其實是說得過去的 也OK 對 但是你要知道 當你慢慢成長的時候 其實 人的成就 開始慢慢會有拉鋁 會出現拉鋁 可能有些人就是 一個月賺十幾萬 有些人一個月可能還是賺兩三萬 對對對 就是每一個人的能力 對對對 但是我們不可能用 潛不潛刻來區隔 一個人的成就 但是你 但是我常講 因為我是代表男生 男生齁 你要在社會上 譬如說在交際啊 或者人際關係之間啊 你給他注意看 越是大方的人啊 他的人際關係是越好 越好 真的真的 那人際關係越好的人啊 他的事業啊 會比較容易 我說比較容易 比較容易 飛黃騰島 因為他廣結善緣 對他廣結善緣 而且通常 不是因為他們真的賺到錢 才開始這樣 而是他們平常在很多的小細節 就開始這樣子 譬如說 有些人甚至 開車還會去計較這個油錢 但是有些人他不會 譬如說 即便我不是要追求你 我可能還是 盡可能開車送你到你家 對 因為這是一個禮貌 這是一個禮貌 這是你必須要養成一個禮貌 我們現在要講一個 是身世的養成 身世的養成跟態度 不會是只有請不請客 這些 很多小細節 包含 譬如說 你很不吝嗇的幫人家一些忙 因為很多女孩子可能 譬如說對3C不懂啊 什麼啊 那你在出於幫忙的時候 不是為了要追求他 對 你只是因為剛好我會 對 然後我覺得你有困擾了 對 然後你需要幫助了我去幫助你 對 那只是很多人會因為意外這樣 所以桃花比較旺 不要說我沒有提醒大家 意思是 只要當這麼好的人 其實是可以增加你的桃花 對阿 本來就是阿 本來就是阿 因為女孩子覺得你很細心 而且女孩子有時候她在暗示你一些事情 因為我們不知道 我說 他只是叫我幫他修修手機 貼貼手機 保護膜 沒手機 但是你不要小看這些小小小小的事情 就好像聲勢的養成 其實很多小細節是 你越大方 當然你不是只有對女生這樣 對男生也是要這樣子 可是也要小心那個分寸 因為有可能最後 就會被女生當成工具人 對對對 工具人 對 對面那位常常當工具人 他就是後來變你的工具人 專屬工具人 哈哈哈哈 不是這樣子嗎 沒有阿 說這麼好騙 人家騙回家當工具人 對 那我們剛剛講學生對不對 然後開始出社會之後 那等你慢慢慢慢有一個成就之後 其實這一部分應該我們不需要再講 因為他就是前面有這一段的養成 才有辦法後面這個成就 就會變成一種習慣 對 就開始已經習慣 我都做出一點沒有關係 對 這是我常講一件事 就是有時候人際關係之間 第一個 你會發現喔 這一群人裡面其實大家眼睛都會看 尤其是同學好久沒有見面 其實他眼睛都會去打量 就是那個人在幹嘛 那個人在幹嘛 這個人現在過得怎麼樣 對對對 他現在在社會上的射精地位到什麼樣的狀態 當然我們不是要透過請客中心 來炫耀自己的成就 其實並不是 對 但是有很多小細節的部分的養成 你會讓人家發現 別人比較容易用尊敬的眼神 看待你 或者是至少不一定要尊敬的眼神 至少他對你的態度是會覺得說 不會覺得說這個人都是每次來吃白喝 對 或者是每次都斤斤計較 對對對 我有遇過一個男性朋友 就是他屬於那種非常非常計較 就是連我們在交往的時候 對 他都是跟我算得非常非常的明 五塊十塊 天啊 五塊十塊喔 所以你知道嗎 我覺得這個會互相有一種效應 就是本來我是一個很大方的人 可是當你每一次都跟我斤斤計較的時候 對 我最後就會變得也想要跟他斤斤計較 對啊 我們人都會這樣子 對啊 你不跟我計較的時候我就付出更多人 你要跟我計較的時候 我們就來比拼看誰最會計較 對 然後可能就是他就是最後你會覺得沒有意思 因為我覺得人之間是感情動物 對 就算是朋友家人然後一般的同事 其實之間都會有一點點感情 那其實多付出一點 有時候你多付出一點啊 有時候我多付出一點 那反而會增加關係的增進 可是如果說你什麼東西都要五塊十塊分得很清楚 然後過路錢然後油費什麼所有的 當然不是說完全不能計較 對 可是我覺得不要分到那種 分太細 你會覺得沒有意思 講到這個 我昨天因為我昨天就想說要跟你拍這個內容 那我就想到一件事就是譬如說 今天如果我們跟一個異性的女孩子在吃飯的時候 那吃一次就發現你想要買單 對 那對方拒絕 那你該怎麼辦 你是說如果你是男生的話 我是男生 譬如說我現在我要買單 嗯 兩個心態 第一個就像我講的 他不想欠 對 他可能不想給你有任何遐想的機會 對 然後另外一個是他覺得不好意思 喔 有些女生臉皮也很薄 對 他會覺得說不要啦 我們第一次出來就讓你請 那以後習慣了怎麼辦 對不對 那我覺得就是男生可以就是說 沒關係啦 你還是可以再堅持一次 嗯 就說沒關係這次我請啦 就是不然你 你就可以所動提出 不然你等一下請我喝飲料就好 喔 你下次再請我喝飲料就好 但是不要講說你下次請我吃飯喔 喔 對 對 意思就是說 你可以用一種方式就是說 不然等一下喝飲料 或等一下給你請喝咖啡 對 類似像這樣子 因為通常我還是要講一下 就是 男孩子要比女孩子更大方 大氣 對 大氣一點 你會發現你的人際關係越好 你相信我一件事情 全世界的人都討厭小氣的 尤其是女生更討厭小氣的 對 我問過很多女生 女生可以接受AA制 但是她討厭你斤斤計較 我也是耶 對 就是我們 我們就AA制 但你如果連一塊錢都要計較的時候 尤其如果你是男生 大部分女孩子認為這個男生成不了大氣 我是說真的 當然不是說完全 他是一個就是確定的事情 可是真的普遍來講 就是他的往後的成就 對 不會那麼的好 對 因為他很多事情 因為我覺得啦 往往就是這種很斤斤計較的人 對自己都比較好 對 對 然後所以他在這方面 他會覺得說 我多付出一點 那我有得到好處嗎 那其實在這方面來講說 你如果完全都是算著自己的利益 為導向的話 你在於社會 因為你看不到很遠的地方 你只盡力 你看不到很遠的地方 你的發展就非常有限 對 那其實女生並不是說 在挑選對象的時候 他一定要選擇對方多有錢 因為我之前講過 他多有錢也不管你的事 他多有錢也不會進你的口袋 可是他想要看到的是這個男生 他大不大氣 但他大氣不是說 你一定要花錢買很貴的東西送 對 或者是你一定要帶我吃很貴的牛排 對 而是說 就算只是吃個路邊攤 我們彼此互相不計較 那種感覺是非常棒的 可是如果說你連 你不要說好像 你偶爾帶我去吃個大餐 可是就是好像 非得我欠你什麼東西的話 我覺得這種感覺也不會好 對啊 好 那回到我們今天的主題 這我們要下一個結論好不好 嗯 就是 你到底覺不覺得 男孩子跟女孩子吃飯的時候 男生應該要付錢 我覺得如果說 當然以女生來講的話 男生如果先主動提出要付錢 女生會很開心 可是如果說今天女生自己也要衡量 你不能都不付出 對 如果男生主動表明要付錢的話 其實你讓給他一個面子 對 讓他付錢也OK 可是你也要適時的做出你該做的事情 提出回報 走去吃豆腐 欸 在吃豆花 吃豆腐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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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也是偶爾要表現出 你自己 比如說你也要付錢 或者是你也會回請對方 我覺得這是OK的 對 這是比較好的 嗯 那我的觀點就是說 我還是站在就是你有經驗 你的 立場一定是一開始就要有自己的準備 就是這一餐就是你要付的 而不是在那邊觀察東觀察西 嗯 我認為這樣子你的態度會比較出發點是對的 當然 當然到最後是對方是一起跟你AA制 當然也可以 嗯 而且女孩子如果願意跟你AA制 其實我們男孩子對女孩子的眼光會更不一樣 加分 哇加分 這個女孩子 第一個 她不因為我要請她課 而且 也不是因為她討厭我 所以要AA制 而是其實我們互動很好 她反而還要在AA制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 這個女孩子很值得交往 深交 對 而且因為她可能她 想要自己經濟獨立 她不要讓人家認為說 啊我就是 嗯 吃人家請 請吃飯 吃人家皮軟 然後矮一點點 對對對 但我還有一個idea 就是萬一女孩子還是堅持要 這個 你又想要保住你的面子 你可以這樣 譬如說 這一餐是兩千一百塊 嗯 你會說啊那你出一千就好 一千一我出 對 其實這樣是 我碰過很多這種 對 我覺得這樣是最最完美的 就是你有出到錢 但是我多出一點點 對 就是男生嘛 對對對 阿不然就是說 阿不然這個飯錢 我明年一半 阿九錢我出 對 我贏掉錢我出 很棒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對 提供給大家 就是我還是覺得男生 在可以的時候 其實不只是對女生 當然對女生盡量是這樣 因為 我們紳士嘛 對 其實接下來 有機會 我們看是不是在跟 Tim 聊更多關於 紳士男生應該要有風度 跟女孩子之間相處 行為 還有行為很重要 像我常講 還有思想 對 我常講一件事 一個男人心速正不正啊 看跟一個不是自己交往女孩子怎麼拍照 就知道那個人心速正不正 對 欸你也這樣覺得 真的喔 我覺得你們兩個下次可以錄這一集 對 因為其實從照片就可以知道 看得出這個男孩子心速 甚至於女生的心速 對 我老婆可以分析 對 我遇過真的 有人這樣跟Tim哥拍照 我真的很起炸 哈哈哈哈 起炸 但我沒說 那我們今天就這樣子 希望下次可以趕快 有機會再跟Tim嫂做其他內容 好不好 OK 那記得要訂閱Tim嫂 對 Tim嫂 還有Tim哥的頻道 那我們下次見了各位 掰掰 掰掰